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来为您播出的就是 2013年2月17日 连神法王卢盛宴 在皇帝雷藏寺 主持摇石金武水贡大法会 传授财神法圆满成功 现在就赶快来听连神活活的法语开始 首先 建议传承主持 了名和尚 杀家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八华王哈玛巴 图登大吉上师 敬礼弹成三法 敬礼水贡主尊 南魔窑池金武大天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仁 还有今天来的所有的贵宾 大家说安 大家好 今天来到这个皇帝雷藏寺 特别的感觉是不一样 有几点 跟大家稍微提一提 第一个 我们进来一看 他的布置 就是跟所有的装房 跟所有的人的装扮 通通都不同 跟佛像 也是非常很有灵气 很有灵气的 刚进来 还以为是佛在这个满清政府的 满清政府的状态之下 我还以为 今天可能是演这个后宫真凡传吧 看了那么多的这个 他们讲的是什么 这个 皇后啦 这个 什么 兵徽啦 还有什么贵人啦 还有什么财宁呀 哇 看得心发怒放 这个 环回 艳寿都有 那今天的这个 宪贡也不同 好像是在满清政府时代 这个 这些兵徽都出来宪贡 这个少了一个温太医啊 再来呢 我很欣赏那位 师议员所讲的话 那位师议员讲 我们啊 需要有善念 善心 才能够有福 有会 有福有会 是从你的善念 跟善心而来 所以我们今天 他讲的很有道理的 我常常讲 你要福分 那么我们今天也知道 所有的福分 本来你出生的时候 本来你出生的时候啊 你的盐分 你的福分 有多少 你的财库有多少 是上天本身给你注定的 有很多人出生 他本身就是注定的 你说有的人出生在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国家 通通都不同的 你生在非洲的地方 有些国家 它是饥寒交迫的 生在 生长在富裕的国家 你命中本身注定 你就是生长在富裕的国家 这个时候啊 你人要发挥 他人本身的良知良能 能够是 行善 不施 六度万行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不施 行善 所谓的财师 法师 无畏师 你要多做故事 因为你有良知良能 有善心 才有福分 你原来是这样子做的 你才会 生长在富裕的国家 否则呢 你有恶业 恶元 你就生长在 民不聊生的这种国家里面 这个是属于天生的 天生的 首先我们讲到 这个是天生的 我们心量宽阔 浮分自然来 你心量狭小 福分自然离你而去 所以但看你的心 就知道你有没有福分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是刚刚那位 这个师益言本身所提到的 他讲得非常好 很有这个 也复合了我们现代的人 大家要做公益的事业 你有了钱 就要做布施 回归给大众 做公益的事业 你不能私人 这个很奢侈的 来发费那个钱 那就是发费掉你自己本身的资良 所以我们修行 要先修资良道 什么是资良道 就是说 你以你自己的福分 去不施给众生的福分 你这样子福分加上福分 才会福分增长 福得增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在做水工的时候 非常的特别 灵气也非常的重 佛菩萨也有降临 且很多佛菩萨 金刚复法空行之天 还有所有的财神 通通都降临 要是金刚也降临 有一个感觉 就是非常的庄严 这个庄严已经出来 献供养 你这个相战的时候 有相战的庄严 那我们把所有的供养 献给姚慈金 献给佛菩萨 献给所有的财神 那么这样子的庄严的仪式 非常的好 让大家看了觉得说 这个宜众不同 皇帝雷仗式 特别不一样 这种庄严树木的感觉就出来 很有这个气氛 很有这个气氛 这个灵气 跟我们人间的这个 这个整个气氛 结合在一起 这个做成这样子的水贡法会 这次非常特殊的水贡法会 别地方看不到 那这一回呢 这个卢诗尊演化的这个索印 也特别的不一样 他不是很繁复 并没有很繁复 是很简洁 但是也很有力 那么他的力量发挥出来 将赐给所有的仪会大众 每一个人都不分增长 也知会增长 我也但愿借这个法会 这个 瑶池金母下降 诸佛菩萨 金刚 富法空行 诸天下降 所有的财神下降 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沾法喜 通通沾到了这个法的翻喜 也沾到了福分 沾到了智慧 那么今天呢 按照这个传法的资料 他是有这个要讲授 这个秋泉财神 秋泉财神 另外还有生机法 还有生机的法 刚刚呢 我看两边 也有马上有钱 马上有钱 这个是伺服大家的 大家回去以后 马上有钱 因为今天的财神来了很多 很多 而且念了很多的财神的名字 也供养了财神 希望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 都有财神跟随着你 我讲过一个 一个做生意的 一般来讲做生意的 那一个经 就是说你在做 小生意的 开店的 出门去做生意的 有一个经 我是念这个台语的 台语的就是说 出门出门经 路乘就嘟到观世音 当啊一顿佛 塞啊一顿佛 蓝啊一顿佛 白啊一顿佛 哇 全部都是佛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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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疼都没签 都没签 都没签 就是做买卖 做买卖生意要念 这个国语呢 应该怎么念啊 出门出门经 下街就遗到观世音 冬也一重佛 西也一重佛 南也一重佛 北也一重佛 佛佛佛佛佛佛 其实英文我也会念喔 其实英文我也会念喔 其实我用英文讲也是可以讲的 但临时喔 不要用脑筋 还是不要讲 各位观众 英国伦敦的真度雷脏寺 将在六月二十三日 恭请联身法王卢盛燕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 真佛宗的法国秀姬师姐所主持的大宏出版社 特别将十轮金刚法翻译成法文版本文集 欢迎各界支持推广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卢盛燕文集最新著作 七时仙梦 是寄述在许多弟子的梦中 脸生活佛卢盛燕现身救度的真实事迹 为什么梦中会见卢盛燕 是梦还是真 请您绝对不能错过这本梦中见文实录 卢盛燕最新著作七时仙梦 各位观众 西雅图雷藏寺每周六晚间 由联生活佛卢盛燕亲自带领同修 并在周日彩虹雷藏寺主坛护魔法会 五月二十六日主尊是大威德金刚 欢迎您传真报名参加 以及收看网路直播 逆圣全球资讯网 详情请电049 2312 992